台湾艺文表演、电影相关产业 近年受到了疫情重创 为此,文化部透过发放文化币 给16到22岁的青年 鼓励他们使用文化币去看国片 或是购买艺文表演的青年席次 希望借此振兴产业 但是业界和学生反应不一 文化部长昨天承诺 会设法挹注更多的资源 场景是平快车厢的舞台剧 上演着一个社会缩影 艺文产业近年受疫情重创 为此文化部连续两年 针对表演艺术 推出可用文化币折价购买的青年席位 包含绿光剧团的压解 高雄城市芭蕾舞团的创作 芭蕾地等作品都在其中 除了振兴产业也鼓励 学生走进剧场 如果是喜爱的乐团 或喜爱的歌手的话 就会有兴趣 教想乐那些比较兴趣 就会愿意花钱去看 学生表示会是兴趣消费 表演团体则坦言 对北部票房较有帮助 但不只艺文表演 疫情也让民众习惯串流平台 导致电影院观众流失 台南第一家艺术电影院 征善美剧院一号也宣布 将在八月习登 引发立委关注 文化部承诺会 挹注更多资源 也透过文化币 希望拉抬国片票房 但西元业者观察认为 虽有票房但效果有限 业者建议扩大文化币 使用年龄 借此刺激消费 另外政府也应该让消费者 意识到每张电影票 都是在扶植 台湾影像产业 鼓励消费者走进电影院 记者 传唤与陈贤坤 秋福蔡 高雄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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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